然后呢再来看吧 哎呀就是在这边我前调一下 python确实比R更受欢迎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python东西一会再说吧 一会咱要对比python和R这个东西 然后下面什么呢 数据科学的平台 大家选哪个 这些我估计大家都没怎么听过 其实好多东西我也没听过 这里算了一下 大家可以贴一些 就是你现在在做这个事 你经常上哪个网站去逛啊 逛哪个论坛 逛哪个网站 逛这些东西 得到一个结果 大家接着来看吧 这个你看 肯定是卡口派第一吧 这不用想 你在我这填了问题卷 你不填我 可能吧 还有些在线的一个课程啊 那些木课啊 Stack overflow啊 YouTube videos啊 YouTube一些这东西看不了 现在就是上不了谷歌的 只有两个国家 中国和其他国家嘛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中国远都上不了了 这点现在很抽人 还有点什么 Tenderflow的官网 Tenderflow的官网 它是谷歌出品的 这官网就给我强调了 好多谷歌的东西啊 都给我强调了 这点是很烦的 而且现在就是 国内啊 这个百度啊 把不是百度吧 就是国家啊 把这个所有的VPN都疯了 淘宝上百度上 你基本上是一款产品 都说不到了 所以就是国人想翻墙 我这个东西 太难了 那你大家可以想 就是以后你说 哎呀 中国是不是过两年 就开放谷歌了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别说过两年了 二三十年之内 不可能去给你开这个谷歌的 为什么 因为百度是国家控制的 他百度做什么事 必须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去来 我让你做 你看我做这个事 我不让你做 你立马这个做东西 都要给我疯掉的 但是一旦这个谷歌来 进来之后 什么意思啊 你很多 像是YouTube YouTube 你说这个东西 中国能放吗 中国放不了啊 为什么呀 因为就是你想 有很多网上的资源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屏蔽掉吧 这些资源 你说要跑到市面上 这让咱们就是平常人看着了 这咋办的 控制不了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谷歌的东西 大家也不用想了 想招去找一款翻车软件吧 翻软软件还是比较重要的 你下载国外的一些数据集 上国外的一些网站 然后不管干什么事 我就觉得就是 你拿国内去上这些网站 一方面比较慢 另一方面就是总被抢 感觉不太爽 还有这样的事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 还有这些 这些我都没怎么看过 大家熟悉的话 可以自己来看一看 都是什么东西 大部分我都不太熟悉 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看吧 兄弟们的一个设备怎么样 来玩这个东西 你得点家伙事是吧 拿什么家伙事 大部分我看了一下 家伙事都一般是吧 你看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是一个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来说 就是笔记本电脑来说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一个设备 还是一个初级的吧 你看现在我 我就用个笔记本 但是虽然说我用笔记本 你说我台式也有 服务器也有 我家伙事是全的 如果平时办公的时候 拿一个笔记本 但是最好情况下 你是有什么 有服务器 你要玩这个数据领域 就是你想 你以后要接触数据量 一方面来说 啥数据都有 一方面来说 多大数据都有可能 是吧 这么个事 你说你没有个 趁手的一个兵器 你说一个 什么一个张飞 没有一个 张八点钢毛 关羽 没有个青龙咽乐刀 你说让他们上战场 我天哪 这怎么办 这是不是就不行了 所以说 咱第一个家伙事 家伙事你看得有什么 笔记本电脑 笔背的一个东西 移动办公 下面你看各种各样的云平台 好多机器学云平台 但是这些我都没用过 我自己是搭了服务器 也有人 也有一些自己的服务器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一个笔记本的水平 一般情况下 在学习阶段 笔记本是够了 反正到公司当中 公司都有集群 什么样 我们都是用工价的 自己投资做这个事 好像不太值是吧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 就是咱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有些需要用一些GPU平台 GPU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要配一款GPU 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 TITX8000多 10805000多 1080现在又出了TI 然后还有1060 会比较多 10602000多钱就够了 你配一个显卡的时候 大家可以这么想 我配显卡 一方面来说 我可以做这些计算 另一方面来说 我是不是玩游戏也行 现在是不是出游戏 吃鸡游戏特别火 我到网约网卡之后 我一看 满屏都是绝地求生 到处在喊 酒吧开给我 8倍镜 4倍镜 我就感觉 这个游戏现在怎么这么火 所以说 我们有一款好显卡 干什么呢 不光我们去做运算数用 之后玩游戏 你是不是也舒服 你整个游戏 你整个卡来卡去的 帧数就十几帧 自己玩了 要命吧 其实我玩游戏 心态有时候容易炸 现在容易炸 如果说 因为电脑性能 我整个这样 我都感觉 我就可能想把 这个破电脑给撇了 这个感觉 所以说有一块好显卡 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 之后要去做提算 尤其是 你想做深度学习 做图像 做自然源处理的时候 有一个显卡 GPU 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这就是 大家这个平台环境 咱们简单看一下吧 估计 好多一平台 各位大家也没看过 然后数据集 哪里去找 再看结果吧 这里它有个问卷 它是当中 就是一个公开数据集 你去选择 相当于来说 就是你都在哪里 能帮我找到这个数据 然后 下面就是给大家看 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个资源 第一个资源什么 第一个资源 就是这样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卡口这个平台 你看它占33% 很多这样的资源 然后谷歌搜索出来的 然后大学提供的 有些人自己扒冲写的 GateHub 还有一些 有一些看见数据集 也放到GateHub当中了 还有些其他领域 还有些政府的一个网站 其实政府有很多 国内政府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 公布的数据集 然后我这边做的案例当中 好多都是国外政府 它统计的 政府案例当中 它会给你提供一个例年数据 然后让你去 干什么用 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让你干什么用 就是能给你提供出来 这些就是收集数据一个途径 大部分人还是怎么办 大部分人都是 拿那个卡口竞赛当中 竞赛当中会给你提供 一般就是 你要做练手 你当然是找一些竞赛体 是最好了 因为竞赛体当中 保证是没问题的 然后如果说你做实际任务 那就是你跟谁合作 算谁让他找数据员 基本上这个人 这样一个事 练手找竞赛是最好的 因为竞赛 它起码能保证一点 就是它这个数据集 本身是没问题的 比方你整个数据集 做到最后你发现了 证明一下 这个数据集是个bug 这东西就不好说了 是吧 然后这是咱们数据集 去哪找 看代码 我估计大家现在 经常有这样一个套路 就是咱们的一个数据有了 数据有了之后 然后咱们的一个代码 该怎么样 就是代码该怎么去找 还有这样一个事 那你说这个代码 代码 代码咋找 代码当中 其实你说我找不到代码 我去找 有一些像我的一些同事也是 他们就是一般有约 活来了 先干什么 先上网 搜一搜 有没有类似的代码 有类似的代码 能用我就先用上 不行我再改 所以说经常一个套路 我们要找这个代码 你说代码在哪找 不用想 大家都知道 GitHub GitHub上有好多代码 还有一些其他资源 其他资源 其实我都没怎么去用过 这些其他资源 大部分情况下 我觉得GitHub就可以了 其他资源 可能就是不同区域来说 都有一些其他资源 但是推大家 就GitHub就可以了 其他资源 暂时咱也不用去管 这样一个事 然后刚才 咱们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咱的一些数据科学当中 这些人 他得做这些事的时候 他的一些自身的属性 然后咱再来看 这些个人当中 他还有些什么事 你万事 就有句话叫做 万事开头难 是吧 数据科学面临最大条件 什么 也是开头 估计大家以前 听过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 我在做一个事的时候 70%的时间 都在处理 这些烂把气糟 数据上的一些杂事的 其实真就是这样 咱来看结果 你看在这个结果当中 这里就是给你列了 大多人都说 他遇到的一个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还是 Vitual counts Sought Values 直接把这些列拿出来 这些里边 直接把这个数据 展出来就完事了 然后Delta Data 你看因为什么 这个数据很脏 数据很脏 啥意思 我乍一看这个东西 我先把电脑关上的感觉 所以说 这是有问题的 数据 你最好 就是咱现在竞赛数据 你说有什么好处 公公整整 漂漂亮亮的 是吧 那你说很多 第三方的数据 一方面说 他们收集的时候 不知道咋收集的 另一方面 他们这个服务器 就是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产生一堆 拉把气糟数据 都有可能吧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 大家说什么 哇这个数据太脏了 是吧 数据太脏了 这个东西 那做起来 越脏数据越麻烦 结构化 你就需要花好长时间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 你看这是什么 哎呀 就是说了一下 大部分情况 都是一些抱怨的东西 你看我给大家 都概述几点 就是说这个组织 现在这个能力比较差 然后就是说 现在我们当前 数据挖掘 或者数据 我们这个数据科学 这个组 现在管理的很烂 然后现在 没有一个带头人 没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方向 然后数据 再然后 它又不是一个 就是完全公开的 这个数据上 我们每个人 还有获取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我现在就是 我的一个最终 决策结果 没有被用到 一个实际的应用价值当中 相当于我白玩了 这些啊 你看后面 很多人 还有个人原因 很多人啊 就是相当于 就写了一些 比较抱怨的一些东西 你看 他跟IT 去进行合作 跟产品经理 去合作 然后啊 这个东西 反正就是 但是选择最多人 什么 抱怨是一方面 抱怨就是跟组织 跟团队有关的 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 你在一个工作当中啊 最大的一个瓶颈什么 最大的一个瓶颈啊 就是这个团队啊 能不能够合得来 其实上 大环境就是这样 然后你看 就是之前姚明 你说姚明 姚明为什么在NBA啊 就是这么这么屌啊 还能去全民兴 然后还能毕业一顿一顿 就是不能说成王成霸吧 起码打得不错 是吧 打了好多年 直到这个受伤 实在不行了 为什么 大家就之前也说了 姚明这个人啊 他是很就是乐观的一个人 就是什么 心态是很外向的一个人 所以说 他能跟这个团队啊 融到一起啊 这就是这个姚明 所以说 他能发挥的更好吗 那你说叶燕连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啊 我觉得叶燕连的一个天赋啊 是非常有天赋的人 可以说 中国篮球当中啊 我其实我非常看好叶燕连 当时我08年奥运会的时候 这家伙给我激动了 他有一个扣篮 我才给我爽爆了 虽然说他扣篮跟我没两个关系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人确实特别有天赋的 然后他也去NBA了嘛 但是去NBA之后啊 他就是 我觉得他NBA 其实上来说 那应该是打得不开心的 然后后来又回来了 为什么 很大成一点啊 就是他不太愿意去 跟这些队友去交流 都是比较闷的 可能就是在国内也好 在国外可能就是 一个是语言问题 一个就是习惯问题 可能就是跟队友啊 之间的关系处理的 不是特别恰的 在一个团队当中 觉得这个不是特别融洽 一直是比较闷的 那你说 这样一个环境能造就一个人吗 这样的环境 不可能造就一个人的 只会让这个人啊 产生这样的想法 要远离这个团体 越来越孤立这样 所以说啊 这里也是就是 当我们在做一个事的时候啊 我们肯定要先选什么 先选的是一个团队 就是其实我这么看 如果说你先来 让我去一个公司 你说我弟眼看什么 你说他给我多少钱 两万多三万多多少钱 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 差了太多就行 大概够火就可以了 我比较看中什么 我比较看中的是 一个团队的一个氛围啊 如果说团队的一个氛围很烂 大家就是 就是大家勾心斗角的 然后也没有一个劲 然后大家就是 每天你说什么 我也不管你的 我就做干我自己的事 你也别来扯我 我也别来扯你的 这种东西啊 就没有记忆向上的 中午吃饭也不开心 下午唠嗑开会也不开心 这样的公司 我绝对不会去的 这样团队基本上 两两天我就立马走人 因为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选去一个比较开心的 比较积极的环境 是吧 累点 钱少点 这个无所谓 只要能过得舒服一些就行 你说天天闷在那 大家就是大眼都小眼的 那也没意思是吧 之前我也体会过这些感觉 这种东西啊 现在来说就是 哎呀 没招 我也不跟人 之前我工作了好久 好久 我也不跟人生什么闷气 我跟你们合不来 那我就走 是吧 大不了我就换嘛 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你看通过他们的报应 我们也看到了 选择一个合适的氛围啊 觉得还都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事 然后现在你说 那个中国那个周琪 是别去了 我觉得周琪的一个发展 应该就是可能 现在上场级别比较少 但是呢 他跟团队 我觉得是比较融洽的一个人 我关注他微博 我看到微博 竟然发现动态嘛 我觉得他在那个环境当中 应该还是蛮开心的 虽然说 现在上场级别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刚开始 肯定都是这样了 他的发展也应该会不错的 只有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你看就是什么 这种多挑战 然后就说了一下 这些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是吧 很多啊 相当于是一个不可抗力了 都是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挑战 有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咱再来看吧 就是这块 我给它加上一个两个星 咱们再来看 大家的一个满意程度 是什么样 它这点还有这样一个列 就是满不满意 这样一个列 然后再来看看结果吧 满意的一个程度 它相当于也是一个评分 然后不同的一个行业 然后它都会有个评分值 比如说数据科学家 有评分值 其他行业都有评分值 咱来简单看一下吧 这里咱就看最高和最低的吧 最高啊 数据科学家 第二是机器学习 第三是个建模 是吧 都是七点多分 蛮高的 最低呢 最低是个底层的吧 程序员啊 程序员五点多分啊 这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当一个决策者 你肯定过得很开心 是吧 但是你当一个底层 当然就别人天天指挥你 你说这个人啊 就是其实我也在感觉 这个人 如果他能力行 他指挥我 我听着 你说自己都半斤八两的 跟我一天有的没的 倒过来倒去的 我能听他的吗 我肯定又不听他的啊 反正也是这样一个事啊 程序啊 相当于就是大家必经的一个步啊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没办法 所有人都必须走这一步 你看数据科学家和机器学习工程师 这两个相对比较高端的职业吧 越高端的职业啊 他应该会越满意一些的 然后越底层啊 应该满意度是最低的 所以说何去何从啊 大家自己点着办啊 最后就不说了 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下 在这个数据科学当中啊 然后一些啊 咱们电视者当中 他自身的一个属性啊 都是什么样子的